柔佛行动党排兵部阵迎战周选 却掀起换将风波 不过随着五名援任州议员 接受党中央的安排 行动党柔州主席刘振东认为 风波已然落幕 但他强调煽动党员拉横幅抗议 不是行动党的文化 邻军柔佛行动党迎战周选的刘振东也透露 火箭部署了两大备战方向 既要守土也要支援游党 阻止巫统再次狂胜 刘振东就认为 只要选民踊跃投票 推高投票率 就算巫统掌握了50万票的基本盘 也未必能够锁定胜局 国阵在去年底的马六甲州选中 以狂风扫落叶之势 赢得甲州执政权 但这次能否在柔佛州选 复制昔日辉煌 依旧充满变数 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刘振东 接受本台专访时透露 在最长州选中 火箭要守住原有一席 还要支援游党 但这次有75万新选民压境 合计超过257万合格选民 唯有推高投票率 才有机会阻止巫统再下议程 所以这个游离的选民最后会怎么样投票 就是最后有取决定性的作用 表示巫统50万票没有走 而且这50万票很可能都会出来投票 因为他们是投票机器 所以巫统跟国阵的这50万投票机器 是在那边肯定的 但是如果最后总投票人数不超过100万 那你可以相当肯定国阵就会大胜 但是如果总投票人数是200万 那么国阵就不一定会胜利 巫统放风有望攻下37席 以三分之二的优势拿下柔佛执政权 刘振东直指巫统硬撑门面 因为只要细看各个选区 就能看出他们只有在23个选区占据上风 剩余的都是摇摆一席 西蒙绝不能让敌方的基本盘 成为锁定胜局的关键棋子 有很多人会在每天在制造印象 马来西亚是没有希望的 马来西亚政治是没有希望的 马来西亚民主是最后是都是巫统会赢的 那最好不要出来投票 所有政党都是没有用的 所有政党都是最后是会跳槽的 所以这个一路来 有很多人在制造这个印象 其实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他最后目的就是 华裔选民不要出来投票 因为所有华裔选民不出来投票的话 那么巫统的50万大军投票机器 就发挥最大效应嘛 柔佛西蒙和青年党携手合作迎战周选 刘振东认为 虽然青年党无法在议息之间成为主流势力 却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促使各政党重视青年选民的存在 回应他们的诉求 不过在周选即将敲响战鼓的节骨眼上 柔佛行动党林郑换将 一度掀起基层不满 拉横幅抗议 刘振东认为 既然五名远任议员已经接受党中央的决定 那么这起风波相信可以画上据点 但是在调动人员调动候选人这个部分 其实他的考量不只是原任议员在原区上阵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 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 但是三动和动员党员拉布条 抗议 举行公审会议 我想这个不是行众党的文化 刘振东坚信 得柔佛者得天下 唯有阻扰以巫统为首的旧势力回朝 才能让新势力茁壮成长 看见改革的曙光 八度空间陈欣仪 吉隆坡报导